12月11日,五月天与唱片公司砸下重金 为五月天12月13、14日的十万人出头天演唱会 打造户外大型舞台 这个舞台将是一个高度超过十层楼的超限 金字塔舞台,噱头十足 见过大场面的五月天也对这个户外巨型舞台赞叹不已 所以现在看就是,现在看是因为还没有这个灯光全亮 到时候大家在这个晚上看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整座金字塔 就是在这个体育场里面闪闪发光 五个人对于演唱会信心十足 还大胆表示害怕演唱会现场爆棚 玩笑的表示歌迷还可以去观看 舞台同样很炫的郭富城的演唱会 其实目前啊就是都跟大家就是宣导说 因为13号真的很怕这个场地的容量就是爆掉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希望大家 现在就是14号过来 所以13号其实是可以 没有买五月天专辑的 可以先去看这个郭富城 对还没买专辑的嘛 小巨蛋演唱会 但14号麻烦再过来中山主流场一下 哎不错哦 什么都看了耶 而且都是都是亚洲最炫的舞台 真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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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